月子好寶寶節目是由月子坐得好 一世無煩惱的好月子陪於有限公司 特約贊助 大家好 歡迎各位爸爸媽媽收看月子好寶寶 我是月子好寶寶的節目主持人杜秋霞Vivienne 今天這個題目各位爸爸媽媽都會非常關心 想知道得更加清楚的就是磁打血 所以今天非常開心可以請到袁小姐 跟我們聊天 袁小姐你好 Vivienne你好 我便想問一下其實甚麼是磁帶血呢 其實磁帶血其實是在胎盤裏面所有的血液 醫生所謂的抽磁帶血會是經過磁帶的靜脈 就會將胎盤裏面所有的血都抽出來 做完處理之後就可以做儲存 最重要是儲存在裡面的鋼細胞 將來有醫療的價值 那鋼細胞又是甚麼來的 鋼細胞本身其實是一些很原始的細胞 它有很強的分化能力 例如它可以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 不斷地複製自己 除此之外它亦有分化成其他細胞的能力 例如它可以變成血小板、白血球細胞、紅血球細胞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關於血液的病 又或者是免疫系統的病 都可以經過磁帶血的鋼細胞來根治 其實它的用途是可以根治各類型關於血液的疾病 是的 其實如果非關於血液的疾病 就可能會比較怎樣說呢 即未必能醫治 其實現在都有很多的研究 在磁帶血的鋼細胞裡面 有少量的叫做鋼質的鋼細胞 我們叫做Mesenchymal Stem Cell 這種細胞有能力分化做一些器官的細胞 進行器官的修補 這種細胞因為數量比較少 所以在磁帶血做的成功個案就比較偏少 但曾經亦有過是因為這種Mesenchymal Stem Cell的存在 而醫治到一些例如癱瘓 有一個韓國的女人 其實她癱瘓了二十多年 當她做完磁帶血的移植之後 她是可以走回的 這些當然屬於一些少有的個案 但因為它裡面擁有的細胞 有這種能力 而某幾種的病亦都可以根治到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磁帶血的鋼細胞 可以捐贈給別人嗎 磁帶血的鋼細胞是可以捐贈給別人的 但哪一個人可以用到BB的磁帶血鋼細胞 其實我們之前就要做配對 那個概念就等於好像捐血一樣 因為假設病人是A型的血型 捐贈者都要A型的血型 兩個人的血型才吻合 在於磁帶血的鋼細胞來說 我們所驗的就不是血型 我們就叫做人體霸細胞抗原的配對 英文叫做Human Leukocyte Antigen Mapping 每一個人其實在白血球細胞上面 都會有六顆的抗原 我們一定要檢查BB的六顆排列次序是怎樣 再加上病人的六顆排列次序 來比較究竟有多少顆的抗原是吻合 然後才可以決定到究竟適不適合做移植 在於磁帶血來說 它相對於骨髓的好處是甚麼呢 就是在磁帶血的鋼細胞的六顆抗原裏面 六顆裏面只需要有四至五顆一樣 就已經可以進行磁帶血的移植 但是骨髓就一定要六顆裏面 全部六顆都吻合才可以做到移植 所以找到一個骨髓吻合的樣本的機會 相對於找一個吻合的磁帶血的機會就會低了很多 我看到抽骨髓的過程也很辛苦 沒錯 其實抽骨髓算是一個大手術 也牽涉到某程度的風險 因為要全身麻醉 是在脊椎的骨髓裏面 抽取一公升的骨髓 來提取裡面的幹細胞 才再去做移植 相比持帶血抽取來說 只是在BB出生之後 媽媽首先生了BB 胎盤已經剝離之後 再去做抽取的過程 對於BB或者媽媽 是完全沒有影響 完全在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下 去抽取持帶血 嗯嗯 其實這兩者 他們所需的時間分別多久 抽取持帶血來說 是在BB出生之後 大概十分鐘至十五分鐘以內 就會抽集所有胎盤內的持帶血 但是骨髓來說 因為牽涉到全身麻醉的手術 牽涉到幾個小時 嗯 還有一個疑問 可能很多人都會以為 其實BB的持帶血是給他自己的 可能會覺得其他人是不適合用的 或者家人都未必適合的 其實是不是呢 其實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幾大機會 可以用到BB本身自己的持帶血 在香港的幾十個成功個案 又或者全球超過二萬的成功個案裡面 很多都是牽涉到只是親屬的移植 例如是弟弟救了哥哥 或者是妹妹救了家人 其實父母和兄弟姐妹 和BB的持帶血吻合的機會率 是由四分一至二分一的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機會 是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間 可以用到BB的持帶血 其他人 例如不認識的人 又或者是再疏一點 例如爺爺 媽媽那些 當然機會就會更加少一點 其實持帶血是否適合所有人去用 跟剛剛也是一樣 如果任何人要用BB的持帶血 一定要驗白血球細胞的抗原 究竟跟BB是不是吻合 才可以決定做不做到持帶血的移植手術 如果完全不吻合的話 即使你是強行進行持帶血移植 其實病人都會因為排斥而最終救不回 但其實他們會不會分年齡 會不會說BB的持帶血會適合BB 其實抽取持帶血 就要視乎在胎盤中抽到的持帶血有多少 當然醫生在BB出生之後 他會抽取持帶血 是會抽到胎盤中所有的持帶血 直至那個持帶是反白為止 當然每一個人的胎盤大小 其實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variation 假設他是胎盤大一點 當然裡面的持帶血的數量就會多些 如果他是早產七個月的 相對來說胎盤比較小 抽取持帶血的容量也會少 假設你說我將來想給大人用 還是小朋友用究竟夠不夠用的話 你就會視乎當初抽到的持帶血有容量有多少 因為最終如果是要做移植的話 病人的體重和他所需要的持帶血幹細胞數目 是成正比的 所以如果他是一個二百磅很肥的人 他需要很多細胞 但假設他只是一個小朋友 他需要很少細胞便可以做到移植 但如果一個小朋友 其實可能有時都會課等到他很大的時候 有用的話就去用 那會不會其實因為可能小時候 抽這個持帶血的血型不夠的話 課不得他大過用呢 現在的科技或者是在成功個案當中都已經有多少 根據歐洲聯網NECORD的數字 其實超過二萬成功的移植入面 其實超過一半都是成人去做移植的 所以我們看到成人可以做成功的持帶血移植的數量 是越來越多 那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因為現在已經發展到 不是單一持帶血給一個人去做移植 已經有一種我們叫做雙份持帶血的移植 這是我們香港馬例醫院自己都有成功的個案 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BB自己的持帶血 再加一個捐贈者的持帶血 當兩包持帶血加完加起來之後 個案細胞的數量是足夠給一個成年人去做移植 然後再進行持帶血的移植手術 所以除了雙份持帶血移植之外 搭救了我們說有機會BB出生的時候 抽個持帶血的容量不夠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的科技 亦都是將持帶血的個案細胞 可以做到體外增生 來將細胞數目做加倍的培養 這樣也不錯 沒錯 其實一定會夠用 即使如果長大了之後 可能身形會肥很多 或需要很多的話 其實都會足夠去試用 其實大部分在於遲帶去做移植的病例 無論是血病或免疫系統的病 其實病的體重也不會非常高 大部分都是一把鬆一點幫數 其實以你所知 普遍大部分是因為哪類型的血液疾病 需要用到這個移植的 在香港我們聽得最多的 例如地中海貧血 一般的父母或普通市民都會聽得多的病 或者是臨巴瘤、骨癌、血癌、肉牙腫病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普遍的 大家都熟悉的名字 而這些全部都已經有成功的個案 現在全世界來說 已經是超過107種病 可以用持帶血的移植來做根治 相對於我們說三年多前 只有八十多種 我們看到持帶血的發展 非常迅速和非常快 其實我們作為父母 如果真的想幫自己小朋友 去儲持帶血 需不需要做一些額外的產前檢查 或者去檢驗有沒有其他疾病 一般媽媽做的產前檢查 其實都是羽形肝炎、丙形肝炎、梅毒 或者外肢病那些 其實媽媽都會做這類型的特定醫生指定的測試 反而是在嬰兒出生之後 真的收集了持帶血 持帶血就會做一連串更加嚴謹的測試 來確保細胞的質素 有沒有達到移植的水準 假設她有病毒或者細菌的感染 將來就未必適合去做移植 其實都是要看回嬰兒 因為可能媽媽不太清楚 以為其實懷孕的時候 可能需要做一些額外的產前檢查 除了基本的梅毒 其他外肢病的檢查之外 可能都要做其他額外的事 再去遲帶血的儲存 因為即使在媽媽身體裡抽到的血 我們做測試 只能夠反映了媽媽身體裡的血 究竟有沒有感染過任何病毒 但絕對反映不到遲帶血 所以我們一定會在嬰兒出生之後 在抽完的遲帶血裡 再做一連串的檢驗 來確保那些遲帶血的個人細胞 沒有感染病毒 和細胞的質素達到移植的水準 才確定它適合做儲存 但有沒有哪一類人士 其實它是不適宜儲存持帶血的呢 在我們其中一個檢驗的項目裡 例如HIV positive 我們叫做外肢病毒性陽性的反應 一定是確定不適合做儲存 除此之外 例如某些遺傳病 例如地中海貧血 其實在香港都是一個很普通的病 假設父母都是地中海貧血 即是隱性 其實她的嬰兒出生的時候 會有四分一機會 就會變成地中海的嚴重型 這種情況 其實她的紅血球細胞 造血細胞已經是有問題 所以這種情況也是確定 她嬰兒出生的時候 身體內的個人細胞 某程度上 基因上是有缺陷的 即使儲存的話 將來都未必做到移植 因為你現在儲存那顆細胞 就不是一顆健康的細胞 將來到病人病的時候 你跟她做移植 只是輸入了一些 已經是有病的肝細胞 所以依然都醫不到她 明白了 袁小姐 玩法我們要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繼續聊天 稍後見 傳統陪月智慧 現代護理調養 專業陪月員陪你坐月子 愛寶寶 愛惜你的身子 好月子陪月 令寶寶健康 令媽媽無憂 月子坐得好 一輩子沒有煩惱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過程 韓式閃耀 盡在Design In Me 爆暗瘡 出濕疹 上失臉 食藥食到灰 中西醫藥搞不定 天然療法是你唯一希望 Amax 每一個人都有一本書 在這書裏所記載的 是一個個的傳奇故事 黃金屋不僅是一個講書的節目 亦是一個講人的節目 每一集我都會請不同的嘉賓上來 和大家講他們的經歷 講他們的人生靈 逆境自強 同時亦都會分享一些 曾經影響他們的生命態度 和決策方向同學 黃金屋不僅是講人生 而且振奮人心 飲食適香味俱全 是不是有足夠營養的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才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衝破地域界限 穿梭遊戲人間 挖泡點 潮爆玩 每個檢子刺激這麼簡單 分享潮流真品 搜藏無價寶物 搜索激身滿意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的份呢 玩家達人 與麻利玩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月子好寶寶的 繼續有惡度秋霞 Vivian和袁小姐 大家好 袁小姐 我們剛才提到 有甚麼人不適合儲存持帶血 剛才你有提到地中海貧血 其實地中海貧血的產前檢查 是否包含了 是的 其實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或者她想著懷孕之前做的產前檢查 都已經包括了地中海貧血 這樣的檢驗 其實地中海貧血 和普通的貧血有甚麼分別 普通的貧血應該是說 她只需要多吃一點鐵質的東西 補充血液的東西 她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地中海貧血 其實是屬於遺傳性的其中一種病 跟外在因素完全沒有關係 是基因上遺傳的 所以兩種貧血是不一樣的 如果地中海貧血 我們有分重型和隱性輕微型 如果輕微的話 跟正常人生活其實是無異的 但是重型那種就比較麻煩 其實她是因為自己做血系統是有問題 所以她是每個星期都要去醫院去換血 去打除血針 所以其實她自己根本就不夠血 都更加不可能去做這件事 是的 因為其實她的做血系統出了問題 她自己製造不了健康的紅血及細胞 所以一定要靠外在的輸入 才可以維持到生命 其實普通的持帶血的移植 會不會有風險的 持帶血移植其實風險近乎零 因為其實她就等同於輸血感 一邊就是拿走一些壞的細胞 另一邊就像簡單的輸血 經過我們的症物 輸入一些健康的持帶血的幹細胞 進入身體裡 當幹細胞進入身體裡之後 其實她會去到骨髓那裡 給她一個訊號 這些是健康的細胞 按著這個細胞 重新再製造更加多健康的細胞 我們叫做engraftment這個程序 當她engraft了之後 身體的免疫系統慢慢就會重新建立 來治治之前那種病 其實移植會不會說 當自己給自己的話 就沒有問題沒有風險 但會不會說 可能如果移植給父母 兄弟姐妹 以及移植給一個不相關的人 風險又會大了呢 當然自己 嬰兒吵了持帶血 她自己用的話 就會叫做100%的吻合 完全沒有排斥 但如果像Vivian說 給一個不懂的人 我說之前要做 人體化細胞抗原的配對 但如果配對的結果 不是100% 可能是80%或70%的吻合 病人接受了這種移植手術之後 其實她相對來說 也有可能會出現排斥的現象 那家人呢 家人會不會有風險會大一點呢 家人其實跟嬰兒的持帶 吻合到大概有一半 或者更加高的機會率 相對來說 她的排斥對於一個不懂的人 就低了很多 但跟嬰兒自己比 完全吻合的話 她也是高了的 其實普遍移植的比率 算不算高呢 現在在香港大概 100個個案件以內 在外國就多很多 因為其實持帶血的發源地 其實是歐美的 在美國 或者是歐洲的國家 他們的成功個案非常多 例如紐約捐血中心 其實全球三分一的非親屬移植 都是經由他們那邊做的 他們的技術相對香港來說 就成熟很多 所以成功個案也多了很多 其實我想問一下 嬰兒自己本身的持帶血 如果比一個不相關的人 其實是否很難去100% 一定會確定是對的 都非常難的 如果像骨髓來說 因為六顆的人體白石膏抗原 一定要100%的吻合 其實是幾十萬分一的 你找到一個 和嬰兒的骨髓吻合的 是幾十萬分一 如果持帶血來說 因為她的要求沒有那麼嚴謹 她不需要六顆抗原 完全一模一樣 只需要有四至五顆 她就可以做移植 我們說如果在一個功夫裏 我去找一個持帶血的樣本 和嬰兒完全沒有血緣關係 她的配對率是幾萬分一 相對於骨髓來說 其實她的機會叫做大了很多 我們說了那麼久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其實抽取持帶血的步驟是怎樣的 其實抽取持帶血 她一定會在嬰兒出生後 一個很安全的情況之下 首先會在接近嬰兒的肚子位 叫做斷尺 其實醫生也會在一條很長的尺帶 夾了兩個尺夾 然後在中間剪斷尺帶 首先嬰兒一定會在Iso離座 才分開 姑娘會替她抹乾淨 然後醫生會等媽媽的胎盤 即是出來之後 推出離開了子宮 然後會將她放在一個高的地方 燒了毒高的地方 用假浪起她 經由一個地心的吸力 她就會經過那條尺帶 就去抽取所有的尺帶血 就是用這個三聯袋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三聯袋 就是這個袋 本身已經有一個針頭 薄在上面 那醫生在抽之前 最重要的步驟是什麼 就是她一定要把尺帶徹底消毒 因為其實就算是在產房 我們叫做一個很吸引 一個已經是消毒的環境裡面 都是擔心磁帶血的話 會再受到感染 所以我們會做多一重的消毒 將尺帶徹底消毒了 才再去刺針頭 再去抽取裡面的磁帶血 醫生抽的時候 就會透過一個地心的吸力 在那條尺帶中 抽回所有胎盤裡面的血 直至到尺帶和胎盤反白為止 證明裡面所有的血 就已經收集了 收集完之後 就要送回實驗室 盡快做處理 將裡面的尺帶血 做完處理之後 只是儲存裡面的鋼細胞 很多媽媽或者爸爸的概念 都會覺得 儲存帶血 其實我們整包血抽完之後 就放下去說 其實整包磁帶血裡面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細胞 例如你看到紅色的紅血球 裡面也有白血球 血小板 血漿 血清 其實真真正正做到移植的 只是裡面的鋼細胞 所以血清 血漿 和裡面的紅血球細胞 都會撇除了 丟掉了 最終就會將它的鋼細胞 濃縮之後 才再放在-196度的液態淡 再一個恆久的超低溫儲存 最終做完處理之後 化驗 我們看到那包磁帶血 就會濃縮 變成一個小盒 放在裡面就是那包磁帶血 最終就放在液態淡裡做儲存 其實這幾包 原理也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三聯袋的作用是什麼 抽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裡面有些液體 其實我們那些叫防凝劑 因為抽完磁帶血之後 你一定要避免那些磁帶血會停了 變成一塊塊的血塊 因為一定要是一塊沒有血塊 才可以做處理 假設我真的抽完之後 裡面可能有些血塊 就會令到之後做處理的程序 出現了 擾亂了 我們就會把血過到第二個袋裡 血塊就會留在這個袋裡 一些沒有血塊的血再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三聯袋出現 其實剛才我看到有一個圖片 你說要放在高的地方去消毒 去用一個地心吸力的原理 沒錯 來到抽雜裡面的磁帶血 其實那個過程 有沒有說限制一定要幾分鐘內 要完成 以及一定要在一個什麼溫度環境之下去做 其實抽雜那個磁帶血 我們說放在高的地方 用地心吸力這樣吸回來 就是盡快都會在BB出生之後 十至十五分鐘就要完成所有的程序 因為我們說胎盤裡面的血 相對於我們現在身體裡流的血 會更加快會結了血塊 所以一定是在短時間之內 就要迅速地抽回裡面的所有磁帶血 十至十五分鐘就一定是很安全地 可以抽走裡面的磁帶血 以後避免了磁帶血出現血塊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說我再遲些 例如BB出生之後半個小時或者九個字 我才開始再收集磁帶血 那怎麼辦呢? 其實基本上你就很難再抽到有用的磁帶血 因為在磁帶的靜脈裡面 那些血都已經磁了 根本就不會有血流到下來 嗯 那在運送的過程 又會不會說其實要保持什麼溫度 特別用什麼去包住它 嗯 現在磁帶血其實抽完之後 到它真真正正做完所有的處理 然後放在液態淡的儲存槽裡面做儲存的話 那這個時間最長可以多久呢? 最長可以放在室溫到四十八小時 那所以基本上根據我們說FACT 細胞治療中心的指引 你只需要在BB出生之後 到那把磁帶去做完處理 那中間在四十八小時完成所有的東西 那就確保細胞的質素完全沒有問題了 嗯嗯 剛才我之前也聽你說了 其實抽出這個磁帶血 可能胎盤大些 可能又會多些 胎盤小些又會少些 那其實有沒有說它的量 一定要有差不多 如果胎盤太大的話 不可能全部吸光 還是其實都會吸光 其實醫生在胎盤上 所有的磁帶血都會抽光 因為抽得越多就越好 那假設我說我真的抽光 好像有些人是做運動的 運動健將 其實相對來說 他的胎盤就會大些 那你說好像李麗珊那樣 他的胎盤一定會比一個 沒有做運動的人 充血量就會多很多 那所以其實是他裡面 抽到的磁帶血很容易 就會超過一百毫升 那一百毫升的磁帶血裡面 的幹細胞其實是足夠大人 甚至乎可以用多過兩次的 那所以醫生抽過的話 一定會在胎盤裡面 所有的血都會抽光 就算你用不完 你可以留回第二次的機會 那你說假設胎盤真的小的話 或者我之前提過 會不足血的情況 那抽到的容量相對來說 就會少了 那可能只是去到五十 去到三十 那也都會有 那所以每個人抽的血量 都是因人而異的 那其實以你所知 普遍呢 其實大部分他們的胎盤 會抽到多少CC的磁帶血呢 嗯 現在根據統計 亞洲人來說 那個中位數大概是六十幾毫升 那個中位數 當然也有些人超過一百 一百三十都有 但當然這些數字就比較少了 真的拖盤非常之大 嗯嗯 有些媽媽會有疑問 如果我在公立醫院分娩的話 那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嗯 暫時在香港 儲存持帶血這個服務 只是限於在私家醫院 才可以提供到 那現在政府醫院 旗下的醫院 就算媽媽在裡面生孩子 想自己存持帶血 其實暫時提供不到這個服務 那其實在抽取磁帶血之後 是不是立即有 一些工作人員在旁邊 就已經立即負責去收納這些磁帶血呢 嗯 當媽媽生完BB之後 醫生又收集完磁帶血之後 那其實客戶就會打一個收血的熱線 通知那間的血庫 那他們就會派專人去醫院那裡 收集那些磁帶血 再送去他們的科學院的化驗室 再走去做那個處理 那這個程序當然是在盡快就最好 通常你在日休息的時間 好像香港那樣 地方不是很大 那可能你三四個小時就已經做到 這個服務 謝謝 今天真的很麻煩袁小姐 抽時間來和我們聊天 謝謝你 解釋得這麼詳盡 讓我們各位爸爸媽媽都知道更加清楚 說這麼快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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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